1996年的1月20日 一个看似寻常而又不寻常的下午 巴西的一个城市就发生了 当时震惊全球的飞碟坠毁事件 据当时在现场目击人的描述 该飞碟的外形像一个雪茄 有三辆汽车那么大的体积 在一个农场中画出了巨大的沟壑 这里就位于巴西的里约热内卢的北部地区 一处海拔950米的地方 在1996年的1月 这座城市成为了巴西全国人民谈论的焦点 因为在那里有许多人目击了几个不明飞行生物 被捕获 然后被官方带走 一架不明飞行物坠毁 甚至连美国都来操作这件事情 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巴西的罗斯威尔事件的故事 在1996年1月13日凌晨1点 在距离瓦杰尼亚市东部大约10公里的一个农场里面 农场主澳大利亚被牛棚的咆哮声惊醒 他看到外面的奶牛乱成一团 一个泛着微光的不明飞行物在牛棚上盘旋 他赶紧叫出丈夫一起来看 根据他的描述 这个飞行物呈细长状 像小巴士在距离地面大约5米的地方悬浮着 这个飞行物的尾部还冒着烟或者是蒸汽 摇摇晃晃 一上一下的就往瓦杰尼亚的方向飞去 从他们那边到山边大约有600米的距离 那么这个飞行物飞行了大约40分钟 最后消失在山脊的后面 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类似于这种的东西 当天早上8点一个叫做索萨的司机 正好正行驶在公路上 在距离交叉路口3000米的地方 他就看到天空有一个不明的飞行物 这个飞行物好像是故障的飞机一样 以30度斜角缓慢的下降 似乎在着落点 它的前部有一个大洞 两侧还冒出大量的白烟 发出了声音 像是一台故障的洗衣机 最后他静静的就失去了洞力 一头扎了下去 消失在一个高吐蕃后面 而索萨开着自己的汽车就追了过去 在路上花了大概25分钟 他来到了一处布满碎片的田野 但令他惊讶的是 现场已经有40多名军人 正在四处搜索着这个散落的碎片 此外还有两个军车 一辆救护车 三辆小汽车 几位护士和一架大型直升机 现场弥漫着难闻的刺鼻的安器的味道 当索萨随手捡起了一片像是铝片的 薄薄的轻轻的东西的时候 被一名军人发现他 而大声的呵斥他 让他马上离开 最后这个司机还收到了不明人事的警告 大约在这天的上午11点左右 他开着车准备去加油站 他就发现了一辆蓝色的雪佛来轿车 一直盯着他 当他从洗手间出来的时候 一个不认识的男子上前就立刻对他说 我知道你是谁 你什么也没有看到 什么也不知道 闭嘴离开这里 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结果 索萨就遭到了威胁 而时间来到1996年的1月20日 就是这一天 瓦基尼亚的这座城市就成为了巴西全国人民谈论的焦点 因为当天上午的8点30分 瓦基尼亚市的消防队就接到了电话说 在靠近贾金安德烈地区的树林里 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 在巴西消防队是属于军旅管辖 消防队的职责除了救火救人 防恐除暴 当然还要接纳那些 比如说抓捕 疯狗或者是野生动物之类的 都属于他们 接到报警之后 消防队员开车就到达了那条路的时候 已经是早上10点 队员们拿着手套补网 在树林中就搜索了起来 几分钟之后 他们就捕获到了那个生物 而这个生物似乎受伤了 队员们撒网的时候 并没有任何的反抗这个生物 只是发出了滴滴和温温的声音 他们把这个生物放进了木箱子里 盖上了布 然后抬到了一个军用的卡车后面 两名士兵还押送到了 附近的一个军事基地当中 下午两点左右 因为在路上慢跑的人 看见了几个军人 从一座步行的天桥 进入了贾金安德烈地区的 这个森林里 他们全副武装 期间还听到了三声枪响 接着就看到了 刚才进入森林中的四位军人 从森林里出来 每两个人抬着一个袋子 感觉其中一个袋子里面 还有一个在挣扎着的活物 两个袋子被放到了卡车的后面 军人爬上车之后 车子就飞奔而去 而就在当天下午的3点30分左右 有三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在路过贾金安德烈地区的 一片开阔地的时候 忽然被蹲在墙边的 一个奇怪的生物吓到了 就他们描述 这个生物的腿和胳膊 看起来像是普通人 但是仔细一看 它又不是普通人 这个生物有着棕色油亮的皮肤 光头 细胳膊 细腿 很瘦 但是头很大 像个三角形 脑袋上有三条凸起的肉块 从脑前一直延伸到脑后 凸显的眼睛又大又红 没有睫毛 嘴巴就只是一条缝 鼻子轻微可变 没有耳朵 脚是微自行 这个生物就蹲在墙边 摇摇晃晃 看起来像是受伤或者是生病 并且有一股很浓烈的 难闻的刺鼻的气味 就像是硫磺或者是氨气的味道 这个情景直接把这三个女孩吓坏了 他们赶紧跑回家 告诉其中一个人的母亲 而这个母亲叫她的邻居 开着辆卡车就回到了目击地点 发现那个生物早已不在 只能看到一处被压过的草坪 以及现场有一股难闻刺鼻的氨气的味道 于是他们就报了警 晚上八点 两个便衣警察就开着警车出发 忽然之间在路上冲出一个神秘的生物 但刹车不急 下车之后他们查看 才发现这个生物体貌特征 和下午那三个女孩报到的 所看到的这个生物相同 其中一个叫马可的警察 就抱起这个生物 并把它放到了后座上 然后就把它送到了一个公立医院里 而这名叫马可的警察呢 可能是因为徒手碰过这个生物 没过几天 突然之间就开始生病发烧 胳膊和腿渐渐都不能动 最后也没有办法自己吃饭 到了2月15号 他全身感染不治身亡 而他的家属就被告知 棺材必须密封 葬礼要马上举行 所以在他身亡后的几个小时 就匆匆下葬 医生做了尸检 结果几年后才公布 报告显示 他是死于肺炎 但是他的家属并不认可这种说法 说他才23岁 非常年轻 身体又健康 去世之前没有任何的征兆 怎么可能是死于肺炎 就认为他是死因不明 于是经过实验室再次检验 得出马可的血液 发现他的血液中含有8%的成分 是未知的有毒物质 在1月21号凌晨1点左右 第二个被抓的生物 被军用卡车送往了 瓦基尼亚市的一家医院 后来又被转移到了 距离市区1500米远 更为偏僻的人爱医院 22号晚上6点 人爱医院里面就出现了三辆军车 几位在现场的人呢 都看到了一个不明生物 被送进了医院 很多医生啊 大约有15个以上 都穿着白大褂 挂着听诊器 还有军人和消防人员 都陪同在旁边 一名中卫的情报人员 手里拿着一台相机全程拍摄 一名士兵正在录音 其中一个军人就透露了一些细节 医生用这个钳子撬开了生物的嘴 夹出来的是一条又黑又厚的长舌头 长约12厘米 当医生一放开那个钳子的时候啊 舌头瞬间就收了回去 而这个生物身上就有一股难闻的 氨气的味道 和前面三个小姑娘所描述的 非常类似 而这位军人说 这个生物大约身高于1米6 有一双微型的怪异的大脚 皮肤油乎乎的黑褐色 硕大的脑袋比人类要大得多 从上面看 还有三道棱形的凸起 鼻子呢就是两个小孔 嘴巴一条缝 每个手有三个手指 而大大的红色的眼睛没有瞳孔 没有睫毛 大腿短小 上肢细长 也没有习惯 肚脐炎等等 所以膝盖似乎有关节 但是好像被擦伤了 医生最终也没有把这个生物啊 抢救回来 在1月22号啊 死亡了 23号凌晨4点 医生就把这个生物放进一个木头箱子里 两名军人啊 用一块黑色的塑胶布啊 包裹住了箱子 就抬上了卡车后部 卡车从瓦基尼亚出发 最后到达了坎皮斯纳大学 由于发现不明生物的消息 引起了社会的舆论太大呢 巴西军方不得不公开回应 这起红眼外星生物事件 瓦基尼亚消防队的少卫啊 卢本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外星生物 而六个消防队员 怎么会抓到外星生物呢 这里每一个人都不相信啊 有这种事情 因为我们那一天的出警啊 都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后来通过采访一位 军事基地的少卫透露说啊 外星生物啊 根本没有出现过 在1996年1月20日那一天啊 瓦基尼亚呢 有一场暴雨 正好在市中心啊 有一场丧脸 于是我们就派了两辆军车 和士兵去维护秩序 而在瓦基尼亚医院的人们 看到的情形啊 是因为刚好有一个诸如的妇人 正准备生小孩 也许是因为目击的那些人啊 把这位诸如的妇人 就看成了怪物 而当初三个小姑娘 看到的不明生物 又怎么解释呢 军方就说 这三个小姑娘看到的 红眼怪物实际上是 住在附近的一位 34岁的精神不太稳定的 聋哑脑瘫男子 由于当天下大雨 他身上又沾了泥巴 蹲在那个墙角 所以女孩子们才看到 一个褐色皮肤 蹲在墙角的怪物 针对官方的这一说法啊 巴西有一位著名的UFO专家 帕卡奇尼曾经就在 1999年发表过一篇 对这起外星生物事件的 调查报告 他到现场时就看到 也接触过官方所称的 那位精神不正常的男子 他发现这个男子 所有的特征都跟这个红眼怪物 根本就不相干 这个男子虽然精神有问题 但是他有自主行为能力 可以自己穿衣服吃饭 知道每天要睡在床上 怎么可能会在一个下雨天 裹着一身泥巴 蹲在墙角瑟瑟发抖呢 同时最关键性的红眼的特征 没有任何官方给出回应 而且看到怪物的那三名小女孩 时间也是在下午的3点30分 是在大白天 视线良好 就算是下了雨呢 也不太可能把一个人看成怪物 因为确实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 再加上官方已经回应了 所以事情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 但是在第一个目击报告之后的三个月 也就是1996年的4月21日 又有人报告目击到了红眼怪物 67岁的克里夫和他的丈夫 以及一帮好友在动物园 花园里面参加party的时候 大约在晚上9点左右 克里夫想到走廊上抽根烟 没过几分钟 他突然感觉到很不自在 就感觉到背后好像有一个人 一直盯着他在看 于是他转头一看 是一个有着红色大眼睛的丑陋的生物 大约在这件事情发生的前一周 动物园里面也有几只动物 开始莫名其妙的死亡 比如说两头鹿 一个石蚁兽 一个北美山猫和一只金刚鹦鹉等等 根据动物园园长的说法说 这些已经死去的动物 没有任何的征兆 它们的身体都是非常健康的 都是忽然去世 而大山猫和金刚鹦鹉死因不明 母鹿死于不明原因 腐蚀性中毒 石蚁兽是死于不明的毒素 就非常奇怪 再联系到之前的那位警官的死亡 也是中毒 所以仿佛与这个大眼外星生物 有着之间的联系 在1996年的5月4日的晚上10点钟 最先在1月20号报告说 看到不明生物的两姐妹和母亲 本来在家里睡觉 突然之间 它们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它们一看是穿着黑色西装的一些人 仿佛就跟我们之前讲过的黑衣人很像 它们缓缓地走到了屋子里 要求和两姐妹对话 其中一个黑衣人看起来50岁 其他的三个大约30岁 一个人负责交谈 一个人负责做笔记 其他的两个人倾听和把守 他们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 但是花费了一个多小时 企图来说服这个两姐妹 改变他们的说法 在交谈中 他们就了解到这个家庭并不富裕 有一大笔债务需要偿还 于是他们就说 如果这位母亲保证 他的小孩不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只要他们所有人改变说辞 说他们当时看错了 或者是什么都没有看到 那么就可以得到一大笔钱 虽然母亲当时有些害怕 说会考虑 之后黑衣人就离开了 但是走之前 黑衣人还是警告这母女三人 别跟着他们 也别看他们开的是什么车 然后这些黑衣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然而这对母女 也没有改变之前说过的话 后来其实他们也是 有看到这四个人开的是什么车 也是一辆蓝色的学夫来叫车 和前面的不明人士 警告司机 索萨开车的 都是一样的车型和颜色 一些研究瓦基尼亚事件的专家就认为 这些被捕获的生物 可能都被带到了美国 他们说一些军方人士 想向大众透露的事情的真相 但是他们担心 个人和家庭会受到迫害 所以这些军方人士 对巴西当局放弃对生物的控制 而把这些生物交给美国人的做法 是相当不满的 其实早在1996年的1月13日 负责北美防空指挥的 就已经向巴西防空部发出过警报 说他们近期 已经追踪到了一系列的不明飞行物 其中有一个已经进入了巴西领空 并且已经给出了详细的经纬度 但是无法预测飞行物是降落了还是坠毁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索萨的说辞 他说他看到那个飞行物坠毁 然后开车过去 路上花了20多分钟 但是到达的时候 已经现场有很多的军人在了 那么离那个现场最近的军事基地 与那个不明飞行物的距离 大概有110公里 也许就是因为事先 他们军方都已经有准备了 所以他们才有可能在25分钟之内 就已经先赶到了现场 而这些军方人士还透露 在1月20号当天 当时捕获到第一个不明生物 被抬上卡车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人就在现场 在圣保罗国际机场 还有一架美国空军的重型运输机 停在那里 而同一架飞机 在22号又出现在了坎皮纳斯机场 所以1996年3月初 美国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 和美国航天局局长丹尼尔格尔丁 就一起访问了圣保罗和其他的一些城市 而这一次的到访 是安排一名巴西的宇航员 加入一项未来的航天计划 所以串联起以上的细思极空 直到16年之后 当年已经死去的红眼外星生物 解剖验尸的病理学家 突然就站出来说 他本人也被这么多年来 众多的UFO研究者 对他喋喋不休的询问 折磨得不清 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外星生物 更没有解剖过 至于当时包括什么飞碟坠毁 红眼外星生物等所有的事件 都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散布谣言 他说自己也是一个被莫名其妙 牵扯到其中的一个可怜人罢了 当然仍然有人认为 这个病理学家在欲盖弥彰 只是想把自己撇清关系 从当年的事件中解脱出来 至于后来那三个女孩 如今已经有各自的生活 当年她们是不是策划了一场恶作剧 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直到今天 人们依然对巴西红眼外星生物的探究 仍然没有结束 所以对这件事情 真真假假的这个争论 恐怕还会持续非常长的时间 所以基于以上的这件事情 就当故事听听就好 未经证实的事情 不要当真哦 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互动哦 别忘了订阅 关注于哥运小唐的频道 拜拜